好,所以我们开始正式,刚才我们是看了一个大图画,我们怎么样去明白整本圣经 现在我们进入一些,就是说每一段故事,我想带你去看看 那我是很喜欢读这一段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可以教导我们很多怎么样去看福音书里面的一些经文 尤其我刚才说了,圣经不单只是以基督为中心,是以十字架为中心 所以当你去到约翰福音或者是马太录驾的时候,你不可以逃离耶稣 但是很容易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应用师的一个讲道 我们没办法带到去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二章 第一章讲到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 然后在第二章的开始,这个道进了一个很特别的场所 就是在一个婚宴上面 然后在这个婚宴上面,耶稣行了祂的第一个神迹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迦南的婚宴 耶稣来到一个大喜的日子 那我想告诉你,这故事到最后不是停留在这个大喜的日子 这个故事其实是指向一个死亡的约会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去讲一篇道的时候 可能那个题目会变成迦南的宴席死亡的约会 你怎么样从迦南的宴席到死亡的约会 从一个大喜的日子到大灾之时呢 这就是这个故事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当你去看迦南的婚宴,我们大家很知道 它是一个耶稣的头一间神迹 头一间神迹 头一间神迹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最后我要告诉你,它最重要的地方是因为 所有的,这个头一间神迹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当我们还没有开始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先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更加基本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福音书 我在说的是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 当你去看一本书的时候 第一个功夫,第一个思想你要问的是 到底它的体材是怎么样 那我们是读过神学的 或者我们正在读神学 我们不可以只是就马上进去 我们问世福音的体材 它的genre是什么东西 那简单来说 有些人觉得世福音是神话故事 这些是不信的人 因为里面太多神迹奇事了 另外有一些人觉得世福音是道德的教导 因为耶稣里面做了很多 登山宝训等等道德教导 那我可以说世福音里面有很多道德教导 但是你说世福音就是道德教导吗 那又好像不是 现在流行的有很多人说 世福音是人生的哲理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讲耶稣跟领袖学的关系 耶稣怎么样可以当一个CEO 可能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人与人相处 耶稣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 那种书都不用看的了 就把它丢掉就对了 不是 最后可能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选择 就是世福音是伟人的专记 你听起来其实很有道理 耶稣是就是那个伟人 世福音是讲到耶稣的专记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留心的话 你发觉 世福音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传记那么简单 圣经学要告诉我们 当世福音开始写的时候 在当时的世界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类型的体材的书 它是一个完全新的new genre 新的一个体材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一个新的体材 如果我们说世福音是一个伟人的专记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伟人专记 第一有没有留意 世福音他不是90%的时间 都是在讲耶稣最后三年的 如果你再写一个伟人的专记 你不会说我只是把90%的篇幅 放在耶稣最后三年 或者某人某一个伟人三年的施工 不单只是这样 他在三年当中尤其注重的是耶稣最后一周 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 可能是三分之一的篇幅 是在讲耶稣最后一周 你去约翰福音 二分之一的篇幅在讲耶稣最后一周 如果一个普通的伟人 有钱人有名人 最后的一周大概是在ICU里面等死了 没有什么好写的 但是福音既然花了一半的时间 在讲他最后一周 告诉你这是一个不寻常的 非常不寻常的一个自传 还有当福音不讲他最后的一周的时候 讲到他出生的一些故事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到他的生与死是相连的 比如说有一个例子 当耶稣作为一个婴儿被陷在圣殿的时候 西缅那个先知为他诸付的时候 他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高升 而是讲到他将来的这个君王的地位 但是他又跟玛利亚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剑刺头 他是讲到一个预言 你的孩子会比你早死 白头人送黑头人 所以就是说 当他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 那个预言不但讲他将来要做以色列人的王 那个预言也讲到他的死 会成为他一生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另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讲到这个救主的记号 救主的记号是什么 有一个婴儿被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这是救主的记号 但是这个救主的记号 这个图画在耶稣的死的时候再出现 耶稣死的时候是有一个车裸的身体被布包着 现在不再放在一个马槽里面 放在一个坟墓里面 两个图画 那个size不一样了 但是是同一个动作 所以告诉你最后 他的死才是他救主的记号 他的身与他的死是分不开的 最后第四 四本福音书的高槽 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于复活 所有的东西就好像这个洗手盘就是流向 如果我们刚才说 整本圣经是一个洗手盘的查经 所有东西流上去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在福音书里面 所有的东西流向一个地方 是主耶稣基的受死复活 OK 那我想给你做一个比喻 你就会明白 一个例子 我想跟你谈谈耶稣的神迹 耶稣医治的神迹 我们很多人 讲耶稣医治神迹的时候 会讲耶稣愿不愿意 他的怜悯 我们会讲某某人的信心 但是我想你留意这两节圣经 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节 跟第六章第五十六节 第三章第十节这样说 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 要摸他 OK 第六章五十六节说 他们求耶稣 只让他摸他一场 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那如果你看这两节圣经 你发觉原来耶稣 要医一个人的时候 第一他不需要动 他不需要说我医你 第二那些人也不需要有信心的 除非你觉得他们挤着 要去摸他就是信心的代表 不是的 他好像反摸着他的人 就可以得救 就可以得到生命的意志 OK 那有什么样重要性呢 重要性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上至感冒头痛 加至肚子痛 肚色 甚至牙痛 下个两脚 耶稣都医过 OK 就是说耶稣什么症 他都医过 因为这些人摸他 他就得到医治 但是我问你 当你打开 新约圣经的福音书的时候 里面有没有讲到 耶稣医这些病 没有的 没有的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如果耶稣 在现代的世界里面 开一个诊所 他将会是一个专科医生 就是说他什么症都能医 但是在福音书里面 所记载的 来来去去都是几种的 有三种 圣经学家告诉我们 有三种 第一种 耶稣 最擅长医的是 狭眼 龙 铁腿 铺干手 身体有残缺的 第二种 奇难杂症 特别是 马凤病 耶稣很喜欢医马凤病 还有那个血漏的女人 你记得吗 第三种 耶稣最喜欢医的 死人 或者是快死人 OK 那当你看到是说 耶稣什么病都医过 但是他记载在福音书里面 只有这三种 这告诉我们 上帝要我们看这三种 不同的医病的种类 这是他的启示 你把这三种 又可以把它综合 变成两种 哪两种呢 其实很简单的 他专医 需要余神和好的人 包括了所有残缺的人 他们的问题 不是他身体残缺 没有办法攻凑 他最大的问题 是因为他身体残缺 他不能进去圣殿里面 去敬拜 因为他是不洁净的 麻风病同样的道理 血漏病同一个道理 耶稣专医 需要余神和好的人 第二 耶稣专医 死人 专座 死人复活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就发觉 整本身 整四个福音书 要见证的是告诉我 耶稣的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 是要解决两个问题 不是你生病的问题 是死亡 罪跟死亡 所以最后 罪跟死亡 是在十字架 与空坟墓里面 被得胜的 你这样来看的话 你就开始知道 想 原来所有的东西 都是指向 耶稣基于十字架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 这个第一个神级 用水变酒 其实是指向 十字架与空坟墓的 当然有可能 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 耶稣在迦南的婚宴 行了他 头一见神级 如果我问你 头一见神级 重不重要 你会怎么说 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画家 这头一见神级 是你的第一个画展 你是一个音乐家 这是你第一次演奏会 或者演唱会 我们说 这是你的成名作 这是你的代表作 我们说你一鸣惊人 一炮而红 这个是 谁都会记得 你第一次所做的 所以你说 第一个神级 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但是你看看 耶稣的第一个神级 他把水变酒 你觉得这个神级 厉不厉害 你说厉害 这个神级很厉害 如果你是学科学 你说可能 什么分子结构要改变 才可以做成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生意 等你说 它变最好的红酒 红酒现在很贵 这可以赚很多钱 你说很厉害 但是如果行神级的人 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行神级的人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话 这个神级 无论左看右看 都有一点小额刻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耶稣选一个 那么普通的神级 作为他头一件神级 这是你要开始思想的 好 我们看这一段神级 第三次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亲的宴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门徒 也被邀请 赴约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 这个婚宴是最大件事 我们今天可能喝喜酒 就是一两天的事情 对于他们 是一两个礼拜的事情 而在整个喜酒当中 最重要的 不是吃的东西是酒 所以他的酒 是从好酒开始 然后一直慢慢 让大家醉意的时候 就吃酒 这时候在最重要 最高兴的时候 酒用尽了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你想 耶稣的母亲 为什么要跟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告诉他 看他可以不可以 帮帮忙 你可以想象 耶稣小时候在家里长 家里长大的时候 可能他母亲跟他说 油没了 盐没了 米没了 然后他知道 他这个孩子 有一些特异功能 可以变酒 变油 变米 变盐 于是养兵千日 用再一招 就在这个时候 他就跟他孩子说 他们没酒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 看这个故事 你会想耶稣 会怎么回答呢 你大概说 耶稣说 亲爱的母亲 没问题 小事情 包在我身上 但是耶稣的答 回答 是个很惊人的回答 耶稣说 母亲 原文是妇人 那原文一定对的了 耶稣说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很奇怪的一个回答 是吗 耶稣叫他妈妇人 有些解禁 圣经学家告诉你 这个妇人在原文里面 还是一个很高贵的称呼 但是无论多高贵 如果我妈来找我 我说妇人 我想我妈还是不高兴 妇人 然后下一句是什么 我与你有什么相关 关我什么事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很奇怪 在这个婚宴上面 他的心情很不好 好像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 然后玛利亚来弄了他一下 他就惊醒了 好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玛利亚还是厉害 我们说他是一个养贼 像我们说他很忍耐 他母亲就对中文说 他告诉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耶稣结果还是行了这个神迹 第六节 他照犹太人的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 摆在那边 每一口可以两三桶水 耶稣把缸倒满的水 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那我不知道你知道有多大 有人圣经学家告诉我们 那六口 六口十缸 每一缸可以有20到30个加仑 Gallon的水 我们在美国就去买 去买这个牛奶的就是一个Gallon 一个人买 他说他六口 每一口可以装二三十个这个东西 然后乘六 所以这很多很多很多的酒 而且不单只是很多的酒 是最好的最好的酒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那个宴席的 他们就拿出来了 管宴席的尝了那水便的酒 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来 只有掏水的人知道 宴席的人就便叫新郎来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人喝满足再摆上吃的 你却把最好的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你怎么样去解一段这样的神经 如果有人邀请你在他的婚宴上面 去讲这一片道 你会怎么样说 更完美的婚姻 也有他需要的时候 有一天 你今天大家很高兴 你跟你太太很仁爱 有一天酒会用尽 在那时候 你要去哪里 去找那个爱呢 耶稣来 就是让你可以再有更多的酒 更美的酒 你说这样就讲 当然不是啊 这段圣经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个字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这个翻译翻得不好 如果你去看解经书 他会告诉你 其实这个字 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 不是 他不是在讲神迹 他是在讲记号 这是耶稣所做的第一个记号 OK 他不是神迹 不是一个普通的记号 神迹 什么叫记号 就是一个神迹里面 带有一个从天上来的信息 这个记号是关于天国的信息 他是不是一个普通的神迹 而是神迹的背后 带着另外一个更深更重要的意义 我告诉你 你跟一个非基督徒 或者是一个初信的朋友 没读过神学 一起查经 谁都看见这个是一个神迹了 但这个是一个迷面 你还有一个谜底 当你去看福音书的时候 你要当它是一个谜语 这样去猜 你所看见的 没有受过训练的 不信的人 都可以看到这个迷面 是什么东西 就是神迹 但是谁可以告诉我们 什么是谜底 什么是记号 这个就是你功夫的所在 OK 所以我现在带你再回去 看这个天国的记号 再不是一个神迹 是一个记号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 耶稣说母亲 原文说妇人 耶稣说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 耶稣在一个婚礼上面 他大失仪态 为什么他心情那么不好 如果我问你 那时候耶稣 什么年纪 你会怎么回答 耶稣多少岁 那时候 三十 结婚了吗 再接下去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对象 先不用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单身 三十岁的男孩子 去人家的婚礼 会想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是单身的 二三十岁的年纪 去人家的婚礼 你会在想什么呢 想将来的结婚 想将来的结婚 对了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对象 其实有对象的人 很喜欢去婚礼的 那个年纪 因为他想看看 人家办那个婚礼 办得好不好 哪一边好 他就做笔记 我喜欢这个花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音乐 我喜欢这个场地 但是我不喜欢那个背景 那个方向 很喜欢去 耶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 三十岁的 单身的 为什么在一个婚礼上面 心情不好 是不是因为他觉得 父啊 我都已经三十岁 都还没对象了 女朋友都交不到一个 人家就去结婚了 我 没有心上人 我想问你 你觉得耶稣 有没有心上人 耶稣在地上 有没有心上人 其实答案是有的 耶稣的心上人是教会 耶稣 基督爱教会 以本所书第五章 二十五节说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这是极大的奥秘 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 耶稣在地上是有爱人的 有一个心上人 当耶稣去行同一件神迹 来到一个结婚的场面里面 他有没有在想 他的心上人 他有 他有没有在想 他自己将来的婚礼 有 耶稣有没有婚礼 有 在哪里 启示录 所以你看 你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说 你看圣经 你要整本看 你不可以只是看 约翰福音的 因为 而且在这个情况里面 更加是 因为启示录是谁写的 约翰 所以 约翰福音跟启示录 其实上下集 就好像 路加福音跟 子如行传 这样 对不对 所以 你有没有觉得 约翰很妙 约翰的写作 如果你是从 约翰福音开始 到启示录结书 开始跟结书 都是以婚礼做 做那个 这个 这一个我们叫做 inclusive 前后呼应的 他的开始的写作 是讲婚礼 结书的时候 讲婚礼 此后 我听见 好像 群众在天上 大圣经说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全病都归服我们的神 我们要欢喜 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 羔羊的 婚宴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 已经预备好了 耶稣 当天 我猜 在想他将来的婚礼 但是为什么 他在想将来的婚礼的时候 让他那么 忧伤 为什么 让他心碎 你有没有想过 这里说 约翰说 这是一个羔羊的婚宴 婚曲 羔羊的婚宴 你知道在 洗漱里面的羔羊 是怎么样的羔羊吗 完美的羔羊 高高在上的羔羊 还有什么 被杀的羔羊 为什么 耶稣在那个婚礼上面 想到自己的爱人 想到将来的婚宴 他会那么悲伤 因为他知道 他从 加拿的婚宴 到高阳的婚宴当中 他必须要经过 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你看见吗 今天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去为你自己 预备一个太太 你可以去买的 你可以去上网 去交个朋友 你可以去咖啡店 去找个 但是 耶稣的 妻子 是用他 用保险买回来的 是十字架 让耶稣 得到最后的婚宴 我再带你回去 看这个故事 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耶稣说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其实 我只能跟你分享 但是你自己 要去做功夫的 就是你要去读 约翰福音的神学 在约翰福音里面 时候 是一个 我们叫做 专有名词 是一个technical term 这个时候 是指向 将来的 另外一个时候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 时候到了 耶稣说这话 就举目望天 说 父啊 时候到了 你看见吗 这个时候 是对应前面的时候 前面说 时候还没有到 现在说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你的儿子 也荣耀你 耶稣要去做什么 上十字架 上十字架 耶稣说 妇人 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相关 他很惧怕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有没有想过 在迦南的婚宴 其实是 科西玛利院的 一个预表 在科西玛利院里面 耶稣很惧怕 汉流如珠 对不对 他不愿意上去 因为他惧怕 他要与上帝分开 但是他的惧怕 从迦南的婚宴 已经开始 将来的婚宴 已经开始 因为他知道 他来的 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是有一天 他的时候要到 十字架的时候 我求你再留意一个事情 他说 耶稣说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妇人 在整本圣经里面 整本新约圣经里面 耶稣叫他母亲 做妇人 只有两次 应该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有两次 叫他母亲做妇人 一次是在第二章 另外一次 在哪里 你猜都大概猜到 是在十字架上 约翰福音 第十九章 是二十六节里面 耶稣看见母亲 与他所爱的那门徒 就是约翰 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做妇人 看你的儿子 你看到吗 妇人是一个记号来的 约翰福音 我们说前后 呼应的时候 你可以用好几辆 不同的东西 来前后呼应 其中一个前后呼应的 就是妇人 以妇人开始 以妇人结局 当第一次 妇人啊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是到最后 在十字架上 耶稣跟他母亲说 妇人啊 看啊 时候已经到了 你孩子来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这一天 这个时候 妇人看了 看了上帝的羔羊 要被挂在十字架上 第一章已经开始 看到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孽 再看第六节 照犹太人的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石杆放在那边 耶稣把这个石杆里面 装满了水 然后把水变为酒 那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动作 其实是很 没有必要的 如果他可以把水变酒 他去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他其实不需要 第一 他不需要石杆 他可以叮 又有新的石杆 对不对 第二 就算他的石杆是空的 他可以叮 酒就进去了 为什么要把 这些石杆里面 又要盛满了水 根本不需要那个水 但是在这个 以色列人的背景里面 这些石杆里面的水 是哪来做捷径的用处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的婚礼是最神圣的 上帝是最圣洁的 于是他们从外边进来 他们有很多的 罪 很多不洁净的东西 他需要那个水 来洗净 然后他可以进去 最神圣的地方 耶稣 用这个动作告诉我们 他所变出来的酒 可以 洁净罪 OK 这个是指向 他在最后晚上 晚餐里面所说的 这是我利润的血 为多人流出 死罪 可以得赦免 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个影子 走向 指向 最后在十字架 他要做的 按照律法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 血所解禁 若不流血 罪不能赦免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耶稣来 要为我们预备 能除罪的酒 但是那个酒 又是变成 在最后晚餐里面的血 耶稣 要为我们流血 以致罪可以赦免 所有的东西 都是指向 他的一个使命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记号 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 他的荣耀不在于 他能行神级 他的荣耀在他的十字架上 在约翰福音里面 荣耀的代号是十字架 荣耀是十字架的代号 所以今天我们唱的歌是十字架 十字架 勇士 我的荣耀 我中最都洗清洁 为靠耶稣的保血 最后还有一样的事情 还有一样的事情 把整个故事连起来 有没有留意到这个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清的宴席 第三日 第三日 为什么他要告诉你 第三日 对啊 这个符合的记号 其实他前面没有告诉你是 礼拜几的 那你怎么样数第三日 他都不是在告诉你是 礼拜三的 还是礼拜四 但是他就故意告诉你 这是一个第三日的神级 第三日的神级 因为第三日是复活的日子 这个故事不单是指向十字架 也是指向他的复活 就是因为他为我们受死复活 所以我们可以进入最后羔羊的婚宴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公义 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公义 他的受死 他的复活 带我们进去 主被交给人 是为了我们的过伴 他复活 会使我们称义 既然我们穿上衣袍 我们就可以参加 他的羔羊的婚宴 当你明白了 这整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 有一个简单的 三个的应用 第二应用 第二应用 十字架君王 常纪念 所有的神级指向的 不是说耶稣可以为我们做什么 意思是什么 所有的神级指向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十字架的君王 为什么 我希望你牢牢的记住 为什么耶稣选择迦南的婚宴 把水变酒 变成他第一个神级 因为这实在是他的代表作 这个神级 告诉了我们 他的使命 他的使命 不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帮助 他的使命是要上十架 让我们可以参加他高阳的婚宴 第二 所以第一 我们要看回去十字架 去常纪念主耶稣基督 第二 我们要看未来 所以这个三个应用是 过去未来跟现在 未来 高阳婚宴 心盼望 什么意思 我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说 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想 有没有期待着 你要参加高阳的婚宴 你知道一个女孩子 如果她在等待着 她的那个婚礼 要来的时候 她是很注重 她每天的吃喝 她的睡觉 要最好的状态 对不对 要减轻几磅 吃的东西要非常健康 要去运动 来 睡觉 睡得好 为什么 因为你期待着 你的婚宴 我们期不期待 我们的婚宴 你怎么样 为这个婚宴预备 你越有这个盼望的人 他洁净自己 越有盼望的是 你为我们自己 预备 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 他要回来 接我们 成为他的媳妇 最后 我们夹在 在耶稣第一次来 跟第二次来的当中 我们与基督同时 同复活 今天 你跟我 在我们这短短人生里面 成为一个活迹 因着神的慈悲 把自己献上 做活迹 保住说 这是神所喜悦的 可以不可以用这样的角度 去明白 一个这样的神迹 好吗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暂停 十分钟 我们再回来 爱我们的天父 求你真的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通过一个很简单 却又很不简单的神迹 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 让我们看见 每一个神迹 其实都指向 你的十字架 与空恒目 特别求你 祝福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 当他们都有机会 在教会里面 去带茶经 讲道的时候 愿他们的茶经 讲道 带出耶稣基督的荣美 不是他怎么可以 帮助我们 而是他 如何 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丧失之架 为我们出坟墓 这是他的使命 这是我们人生 最大的祝福 将我们经验 他的十字架 期待他的再来 再次感谢你 我们这样打造的事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